59岁的黄敬德是槟城亚裔丹社区的职工 平日得住着拐杖 行走很吃力 却无阻他行善的决心 黄敬德和太太吕湘元 在2010年全居到亚裔丹社区居住 有一次夫妻两相续受伤 日常生活作息受影响 也因此因祸得福 认识到一群愿意上门帮助的好邻居 那时候是我先跌倒 我跌了是他跌 刚好你们在敲门吗 那人们说你们吃饱了没有 我没没有 但是他早上跌到这个骨头裂了 都没有这么大跌 我哥哥哥哥哥没有听电话吗 过后的时候连知识姐 他很有爱心说 我煮给你吃哦 早餐 午餐 晚餐 这样煮给王敬德一个月 这群同事实际职工的邻居 用爱关怀黄敬德夫妇近9年的时间 职工付出的精神感动了黄敬德 在妻子的支持下 他积极投入志工行列 黄敬德定期参与房市 也承担社区房市组组长角色 心动不便却乐于付出的形象 鼓励了许多人勇于踏出第一步 为了按钮电验 一时的受助,让饮随思源的黄敬德深感施比受更有福 他翻转手心,将爱与善的人量持续在社区传递